大家好,我是Stan 狂摊双枪蛋成员吉敏 成为了K-POP史上第一位 在美国PBOT的主流单曲榜HUBBY 拿下一位的韩国solo歌手 4月4号,PBOT透过官方Twitter 公开了本周单曲榜前10名的歌曲 而吉敏的单曲Like Crazy 打败了Miley Cyrus以及歌手Morgan OneLand的歌曲 登上了冠军 而在这之前,K-POPsolo歌手 在HUBBY排行中的最高排名是 2012年,塞尼Kangnam Style 连续7周获得的第二名 而在这里更厉害的是 吉敏也成为了韩国第一位 在PBOT的以个人与组合 都拿下一位的K-POP歌手 而成员们也都在榜台一发表 就发文庆祝了吉敏 真的,一发表就庆祝 在网上发文庆祝 让我很催泪 果然我们的爱永远赢不了 捧摊对捧摊的爱 但是好高兴 吉敏真的真的恭喜你 谢谢你是我的歌手 我爱你 下个消息是 2021年5月31号入伍的 Shyny-Mangny-Temmin 今天终于退伍了 而因为Temmin的退伍 Shyny所有成员们都结束了兵役 并将在5月以完全体回归 啊,退伍了Temmin 好喜欢Temmin的舞台 期待你的歌曲与舞蹈 怎么感觉这么久呢 真的恭喜你 期待你的Solo 真的等好久了 我们家Mangny 所以Shine is bac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抗戏党节目中 流泪的抗活动 点抗对怕的妈妈跟儿子桌 妈妈用叉子卷起来吃了一口 就在这时 担心抗对怕的抗活动 味道怎么样 太好吃了 透过抽签远道而来的客人 20年来一直都是活动的粉丝 我病了一段时间 是看着两天一夜节目才好起来的 妈妈的愿望是建一次抗活动 因为儿子被选为 抗戏党的客人 所以一起来了 我早上来得很着急 哎呦,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真的,我是你20年粉丝了 20年粉丝呢 哎,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真的,我只要一看到你就会得到力量 我难受的时候 儿子就会给我播抗活动的节目 看看活动吧 活动会继续给你力量的 趁热吃才好吃呢 快吃吧 太好吃了 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实现了一个愿望 你在哭吗 活动哥在哭吗 活动像往常一样 确认新的订单 戴上新的卫生手套 开始切蘑菇 喊着清洁 得到安慰 只是哭了一下而已 其我拿 医药桌的单让哥哥买吧 哥,你要结账吗 为什么 之前生病的时候 看我们的节目后身体变好了 知道了吧 拜托了 活动哥已经买完单了 说请客想要招待母亲 啊,谢谢您 哇,妈妈刚才在夸活动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怎么就流泪了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现在见到了卡后董 真的没有遗憾了 祝你一直幸福 我会一直幸福的 我在地铁也一起哭了 这个看节目的话 卡后董真的是呜呜大哭 有惊讶也有被感动 我也记得这个片段 一边哭一边看了 要幸福 会幸福的这个部分 一直回绕在我的脑海里 对,我妈妈最艰难的时期 也是透过两天一夜坚持了 我故意拨两天一夜给妈妈看 让她在看的那一瞬间 忘记痛苦 尽情地笑 我也是看这个后大哭了 现在也在流泪 所以我很谢谢我追的爱德 在我生病非常无助的时候 多亏了我的爱德 我才能笑了 所以说适当的追星 绝对不是什么浪费时间 要被指责的事情 我们一起健康的追星吧